在禁用了包括抖音国际版TikTok和微信在内的59款中国应用程序后 印度政府又禁用了47款来自中国的APP 此前当地时间25号 微信正式停止了在印度的服务 微信在给用户的通知中说 根据印度法律 我们目前无法为您提供微信服务 我们重视每一位用户 数据安全和隐私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们正在跟相关部门接触 希望未来能够恢复服务 知情人士说 这47款APP是此前被禁用的APP的克隆版 此外印度政府已经收集了一份包括275个中国APP的审核名单 以确定其是否存在任何损害印度国家安全及侵犯用户隐私的行为 据悉印度内政部下属的印度网络犯罪协调中心 在24日做出的这一决定 印度政府说 该决定是根据印度信息技术法第69A条款做出 这些应用被加入了6月 为了印度主权和完整而被禁止的59款 中国APP列表当中 此外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 印度政府的审查将会越来越严格 并且有可能禁止更多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这些应用包括腾讯旗下的游戏绝地求生 小米短视频应用Zili 阿里巴巴网络购物应用全球速卖通 以及字节跳动旗下音乐流媒体应用RESO和相机应用Ulike 报道引述知情人的话说 政府可能会禁止清单中的全部或其中的一部分 另根据应用程序分析公司Sensor Tower的估计 印度是POBG也就是俗称吃鸡游戏最大的市场 它在印度已经有1.75亿次下载 占到全球总下载量的24% 现在中国大批的APP已经被禁用或将要被禁用的时候 马云居然也被印度的法院传唤了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 应涉及一起由UC浏览器前印度员工发起的诉讼案 被印度国尔冈某地方法院传唤 受离此案件的民事法官索尼亚 要求马云在内的十几位涉案人士 于7月29日亲自或通过律师出庭庭审 UC浏览器前印度员工帕马声称 由于自己对产品中存在的涉政治类信息审查制度 及虚假新闻提出反对 被阿里巴巴集团错误辞退 帕马于2017年10月之前 在UC浏览器担任主管助理一职 此次诉讼他要求得到26.8万美元的经济补偿 帕马曾举证说明 UC浏览器中存在虚假新闻 2017年一则标题为 2000卢比的纸币将于今夜禁止发行的新闻 以及2018年一则标题为 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已经打响的新闻 军事虚假新闻 事实上 印度并未禁止2000卢比纸币的发行 2018年印巴之间也没有爆发战争 UC印度官方目前对此案不予置评 而阿里巴巴集团市场公关委员会主席王帅的朋友圈 证实了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他表示UC印度公司正在按流程处理 至于马云是否知道此事还不清楚 他退休以后就越来越难找了 王帅还呼吁朋友们帮忙找马云 大家一起帮忙 HHB酒吧现在全国已经开了好几个了 看来这位市场公关委员会主席还是很称职的 借打官司的时机还替马云的酒吧做了广告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